可恶 咱们竟然中了格量的草传借剑之计 白白损失了十万之剑 主公 这事太过离谱 依我看是咱们中出了内鬼 侯顿你这话更离谱 那依你所见 内鬼会是谁呢 这无凭无据的 我怎么好乱猜呢 对了 主公 你不是好梦中睡觉吗 你上次说你梦到什么三 什么马 什么石 什么槽来着 三马石槽 对哟 还是主公的记性好 马一 你说这三马石槽 三马指的是谁呀 应该是马腾 马操 马铁 不对吧 你结合自身情况再想想 那那不然就是马良他们一家 主公 这家人号称马是五常 势力大得很啊 好家伙 那岂不是在联合国都能说得上话 谁说不是呢 主公不要想这些不开心的事 我先祝你在重阳家节用一样子迎三羊开态 无国态 什么时候来的 侯顿你简直离大谱 重阳家节用一样子迎三羊开态 马一果然有才 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下理 这不张口就来嘛 三马石槽 有四马一被五马分尸 行了 要打败动物活捉乌国态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主公 马一作为和葛亮齐名的军师 总不能白白吃辣草船借剑的亏吧 毕竟他说自己不是内鬼 侯顿言自有理 既然葛亮来了一招草船借剑 那我们就来一招侯顿借剑 别闹 我哪戒得了剑 你的眼啊 我的眼儿 这确实触到了你的盲区 能住你眼的东西不多 但恰巧剑就是其中之一 但侯顿只有两只眼 最多也只能借来两只剑而已啊 不对吧 应该是三只 四只 够了啊 就算能借来四只剑又怎么样 咱们损失的可是十万只剑 侯顿不要自卑 没有条件咱们就创造条件 这样 你先去找张飞单挑 假装参败 让他捅你一万个骷髅眼儿 然后我再带你去借十次剑 你小子还真是个天才 不愧是没穿裤子的参谋长 怎么说 雕得一批 过奖 你在我眼里也是韩国的一拳操人 怎么讲 怎么嘛东西 禀报主公 小乔带着十万只剑前来投降 快快有请 阁下就是小乔 曹贼 你这次死定了 我带来的可是十万只火箭 公警 你扮成小乔去厮杀曹贼 九死一生 我有一法宝可助你一臂之力 敢问是什么法宝 此物不长不宽 内缘外方 轻轻一按 腿软心慌 莫非是引爆十万只火箭的遥控器 正是 主公 请从我卧室左手边的床头柜中 取出此物交于公警 可千万别弄错了 你的左手边是不是就是我的右手边 我的右手边就是你的左手边 那我的左手边就是我的右手边 曹贼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公警 不要冲动啊 葛亮是在利用你啊 他这个人害人是一步一个坑 坑里还有水 水泥还有丁 丁上还涂毒 毒丝白扫枯 少废话 去试吧 咋没反应啊 葛亮 公警应该得手了吧 看石顺应该是差不多了 那咋还没听到东京呢 再等会儿 咱们再仔细听听 哎 干分人 你电话声音调小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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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